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呢 店员就会问你说 몇分이세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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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몇是问多少 分是位的意思 몇分이세요? 就是总共几位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答 두 명이에요 두 명이에요 두 명이에요 这个句子前面的数字 你们可以各自去代换 但是要记得 说明几位的时候呢 用的是韩文数字 有关于韩文数字 跟汉字数字的差别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点这里去看一下哦 当你们进到餐厅里头 已经坐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店员说 메뉴 좀 주세요 메뉴 좀 주세요 메뉴 좀 주세요 메뉴就是从英文的menu来的 那么这个 좀呢 它本身是一点点的意思 주세요 是由 出答加上 세요 出答就是给 所以出세요 是请给我 菜单除了说 메뉴之外呢 也可以说 메뉴판 所以你可以说 메뉴 좀 주세요 或者是 메뉴판 좀 주세요 当你看了菜单之后 你发现韩文的菜单 你真的看不懂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问店员说 有没有中文或是英文的菜单 혹시 중국어 메뉴가 있어요? 혹시 중국어 메뉴가 있어요? 혹시 중국어 메뉴가 있어요? 혹시 영어 메뉴가 있어요? 当你看到菜单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可能会有 選擇性的障碍 不知道到底要吃什么 你就可以请店员 幫你推荐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추천할 메뉴가 있어요? 추 추천할 메뉴가 있어요? 추천할 메뉴가 있어요? 추천할 메뉴가 있어요? 当你看了菜单 店员也推荐给你的 你还是没办法选择 你觉得 我再想一下 好 我们等一下再点餐好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店员说 잠시 후에 주문하겠습니다 잠시 후就是稍等一下的意思 $ eso 你终于决定好菜单 要跟店员点餐的时候 我要呼叫店员 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那当店员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跟你说 帮您点餐 就是帮忙的意思 你终于决定好要吃什么了 불고기 1인분 주세요 불고기 1인분 주세요 불고기 1인분 주세요 불고기就是烤肉 1인분是一人份 后面这个인분就是人份的意思 前面你可以带换任何的数字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说挤人份这个时候使用的数字 是汉字数字 除了吃的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点饮料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 COLA是可乐的意思 那么一瓶 那你可以把饮料代换成 任何你想喝的饮料 比如说 在韩国餐厅吃饭呢 大家都知道会有小菜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泡菜 那如果你已经吃完这些小菜 你想要再多一点小菜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说 在韩国人吃饭之前 要怎么讲呢 在韩国人吃饭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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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吃饭之前 在韩国人吃饭之前 那你吃饭之后呢 还有东西吃不完 你想要打包带回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 吃饭之后呢 吃饭之后呢 当然就要结账了 如果说你没有现金 你想要用信用卡结账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 通常你在餐厅吃饭呢 你只要去结档的时候 收银机上面都会显示多少钱 如果今天没有收银机 那你想要确认是多少钱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问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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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员可能会回答你 25,000元 25,000元 最后 最后当你吃饭要离开餐厅的时候呢 店员会对你说 就是 再见呢 有两种说法 你好 跟你说 你好 你可以说 那么 就是你对留下来的人说的话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 在餐厅会听到或是你可以用到的 15个句子 其实实际上应该是超过15个句子了 下一次你们去韩国餐厅点餐的时候呢 就可以试试看啰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喜欢的视频 喜欢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如果你的视频 有点击订阅 下一次的视频 在下一次的视频 下一次的视频 下一次的视频 再见 下一次 视频 在视频 中文章 下一次的视频 下一次 下一次